大家好,我是素素 最近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 丁真这个藏族小伙子的名字吧 因为一个被无意间拍下的视频 让很多人都认识了这个 没亲木秀的康巴汉子 也让他在网络上一炮走红 他走红了之后 不仅仅是他自己火了 还让大家都认识到了 他背后的那个原本无人知晓 又贫困的家乡 极大的推动了他家乡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 因为最近在国内的网络上 总能看到各种各样关于丁真的讨论 所以我不知不觉的也开始关注这个小男孩 结果前几天我突然发现 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内 现在连日本的网络上 也有不少关于丁真的讨论了 因为前几天日本的一些电视台和新闻 都报道了这个在中国突然间一炮走红的 帅气的藏族小男孩的故事 所以现在呢 我们在谷歌上面用日语版的一搜丁真 也能出来很多的消息 然后在雅虎上面啊 有很多的网友也说 哎呀这个颜值真的是爱了爱了 还有很多人看了丁真的纪录片和宣传片之后 表示四川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 说真的看到我们中国的小帅哥 能够在国外的网站上 也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支持 作为同事中国人的老阿姨 真的是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但是我看到国内的网络上 好像也有一部分人挺反感丁真的这个现象的 因为他们觉得丁真就是靠帅气的颜值来赢得大家的喜爱 在网络上红起来的 所以我看到有的人说啊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了 为什么只有颜值高的人能火 而且宣传的东西都变得这么肤浅了吗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只能靠脸吃饭了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丁真虽然是因为长得帅红起来的 但是因为他的走红 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的家乡 而现在他又走出国门 让更多的外国人也认识了我们中国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就说这几年我们隔壁的两个国家 韩国有很多帅哥美女偶像 日本呢也有很多大家喜爱的动漫 很多人可能也是因为喜欢这些东西 而爱乌吉乌的喜欢上他背后的那个国家 进而也更愿意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他背后的国家 但是我们中国呢 可能大家也知道 现在还是有不少外国人 对于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的认识是非常的不客观的 可能有很多外国人到现在还觉得 我们中国还属于非常落后的旧社会 那为什么这些外国人会有这样子的认识呢 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外媒体报道的原因 很多的还是因为我们中国确实目前并没有什么 能够吸引他们来主动了解我们中国的东西 可能有的人要说了 我们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悠长历史文化 有博大今生的汉语言 而且地大物博和山壮丽 为什么不宣扬这些东西 而要去宣扬这些肤浅的帅哥美女呢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确确实实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比拟的 但这些博大今生的文化 并不是每一个平民老百姓都能够轻易的接受和理解的 那相比之下呢 帅哥美女这些东西可能受众会更广一点 我觉得如果想让世界各地的人 更多的对我们中国感兴趣 更多的主动来了解我们中国的话 其实输出这些帅哥美女之类的 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 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